继承公众标中国商务部员尼泊尔二维地震项目之后,7月9日记者获悉,东方五炭青海五炭处日前又获得青海省都蓝县八宝山地区,夜延期调查评价为地震采集工程,两个项目总价值工作量超过三千五百万元,这是青海五炭首次进军夜延期地震勘探领域, 受此融入国家,一带一路经济建设油气地质开探服务市场,近几年,面对国际油价震荡的严峻形势,为拓展生存空间,青海物炭处在满足青海油田,玉门油田等区内物炭需求的前提下,充分发挥高人开探品牌优势,积极参与去外市场开拓,连续五年获重大突破, 原尼泊二油气资源调查项目,是中国商务部对外技术援助项目,青海物炭处充分发挥高人开探品牌优势,与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调查中心合作,依据中标,价值工作量达2170万元, 是吉尼泊二两个巴展区,三个专区和七个县,是尼泊二勘踏的空白区,青海杜兰八宝山盆地液延期初步酸气苍达六千亿绿方米。 今年五月被青海省列为绿色炭矿区,青海物炭处快速反应,多错定区,抽调专门人员成立工作组, 在一个月时间里,先后六次向甲棒进行技术推荐,最终一步每家人, 准备先进,技术成熟获得独兰八宝山135.6平方公里绿色地震开探项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